此视频中,我们将为您介绍如影S的安装及平衡调节 首先,将手柄延长脚架,安装纸电池 通过锁扣,将电池安装固定并锁紧至云台 电池可以通过云台的USB-C接口充电,同时支持快速充电 对如影S进行平衡调节之前 请确保云台已经安装好所有必要组件 包括相机、根胶轮、控制线等 装好相机安装板,并安装镜头固定支架 将相机嵌入云台 如果空间不够,可松开锁扣 将装置移动至合适位置,在拧紧锁扣 对抚养轴进行平衡调节时,前后移动相机安装板 直到相机在抚养轴的任意方向上都保持静止 当相机大致平衡时,拧紧相机锁扣,将其固定住 接下来,旋转相机让镜头朝向正上方 松开手,看看相机是否能够保持静止不动 如果不能,则松开扶养轴电机锁扣 前后移动装置 直到镜头朝上时,相机能够保持静止 此时,需要重新对云台进行前后微调 当相机能够在任何角度上保持静止不动时 就完成了拂养轴的平衡调节 对横滚轴进行平衡调节时 用手将相机固定在竖直方向上 放开手,观察相机朝哪个方向倾斜 松开横滚轴锁扣,水平移动装置 直到在任何方向上倾斜相机时 相机能够保持静止不动 你还可以滑动装置,进行微调 此时,抚养轴和横滚轴的平衡调节 一完成,相机在任何角度上倾斜时 都能保持静止不动 用作车载用途时,可选配相机热靴固定组件 在进行平衡调节前 应该将该组件安装至相机 松开组件侧面及顶部旋钮 将其滑入相机热靴中 并将旋钮锁紧 再重复抚养轴及横滚轴平衡调节步骤 最后进行平移轴平衡调节 将如影S向一侧倾斜 观察云台向哪个方向倾斜 松开平移轴电机的锁扣 并前后移动云台 直至松手时 云台能够在平移轴上保持静止 此时云台已经处于平衡状态 接下来需要调节电机 以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你可以在APP中进行调节 或者长按M按键 即模式切换按键三秒 直至配置指示灯开始闪烁 当指示灯变为绿灯长亮时 表示自动调节已完成 关于该功能的更多设置 请参考如影SAPP教学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Cal- Homer